第108章 别哭 时间也不早了 要不去看看电影 继续沉默地走了一段路 陈家自然而然地出声提议 如果是没从陈家嘴里得知 康复中心的龌龊 或许他会答应他的邀请 至于现在 他真的没有心情去电影院 不去了 时候不早了 我也该 该自刚说出口 江山忽然止住嘴 目光正然地看着前方不远处 那里 路过和两个不认识的女生走在一起 其中一个抱住了路过的胳膊 另一个不急不缓地跟在二人身边 但目光经常落在路过身上 江山没有任何动作 强行忍住冲上去 抱住路过的冲动 身旁 陈家轻叹口气 感慨道 前面的是路过 末了 陈家又补上一句 看起来没受太大影响 没受太大影响 江山目光闪动 脸色愈发复杂 他就这样安静地注视前面的三人 渐行渐远 直至消失在视线中 下班以后 路过生顺路买了一些芹菜辣椒 和三斤猪肉 回到家 几林已经做好了饭 热气腾腾的两菜一汤摆在桌上 陆国生扫了一眼 笛声嘀咕了一嘴 家里就我们两个 还做什么两菜一汤 几林抬起头 语气寻常道 吃不了就放冰箱里 等宁宁和路过回来 再拿出来吃 闻声 路过生的脸颊有些僵硬 那天将路过从康复中心接走以后 路过生没有再去过温路 宁宁还回不回来住的话题 也避免在家里提及路过 现在从自己妻子嘴里 听到路过的名字 路过生难以避免地想起 路过那天 对自己说的最后一句话 路过生脸色铁青地找到遥控器 打开了电视机 第一个频道是阳城本地的一个新闻栏目 讲的是阳城发生的实时事件 他瞄了一眼 又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家里少了两个人的结果 就是让路过生习惯了 在晚餐的时候打开电视机 不管电视里放的是什么 总之有声音就好 路过生埋头吃着饭 时不时抬头看一眼电视 路过生心不在焉地听着 刚加起一道菜的时候 主持人的声音适时响起 都说孩子是父母的长中宝 可有的父母 因为自己孩子到了青春期 而叛逆选择 将管教的权利 交给一个三无机构 让我们看看 这是怎么一回事 一番简单的介绍结束后 路过生的视线 此刻已经从面前的饭桌 移置了电视上 他听着主持人的声音 忽然感觉到了强烈的不安 镜头转动 熟悉的画面和主持人的介绍 让路过生瞬间意识到 此刻出现在新闻频道的地方 正是他将路过送去的 那个康复中心 镜头中出现的 是一个打了马赛克的身影 就连声音都被处理过了 镜头外的记者问道 能讲述 你在康复中心里的经历吗 没什么不能说的 他们就是一群畜生 恶魔 就算声音被处理过 但依旧掩盖不了声音主人 对康复中心 深入骨髓的怨恨 借对方的嘴 一件件触目惊心的恶行 揭露在了此刻 正观看这档节目的人的眼前 体罚 电击 殴打 囚禁 各种听了 都会让人身体一颤的行为 如今却切实发生在观众们的身边 在采访最后 记者问了一句 你恨父母 把你送到那种地方吗 接受采访 观众们不知道 男女的人一句话都没说 但又好像什么都说了 心脏跳动的速度持续加快 陆国生待坐在椅子上 不敢转头 去看妻子的脸 他知道 几零此刻正在看着自己 正等着他的解释 他怎么会知道 所谓的康复中心 竟然会是那种地方 他以为那里只是 陆国生心里 他呆了才一天的时间 不可能会遭到对方的虐待 但紧接着 眼前出现的偷拍画面 彻底让陆国生心存的侥幸消失一空 一声无比凄惨的哀嚎 默然响彻在陆国生和几零耳边 熟悉的声音 让陆国生一句话也说不出 脸上的血色顿时消失不见 他怎么可能会听不出 那是陆过的声音 是他儿子的声音 这天晚上 有关清远康复中心的新闻 铺天盖地地出现在了各种社交媒体上 这并不是新闻媒体反应迅速 而是在过去 就有了很多关于清远康复中心的爆料 但为什么时至今日 才彻底显露在大众眼前 或许唯有清远康复中心的负责人 才只想真正的答案 不管怎样 关注这件事的网友 都在等待一个答复 一个能让大众幸福的答复 网上 无数新闻媒体发布的 有关清远康复中心的内容 都是以路过那声凄惨的嚎叫声为开始 似乎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的将大众感受到 清远康复中心的恐怖 才能将清远康复中心 和他们背后的人连根拔起 家中 陆宁宁在等待哥哥返回的时候 玩了一会儿手机 她在手机里 听到了哥哥那声痛苦的哀嚎 听到声音的瞬间 她就认出了那是哥哥的声音 只是请客间 逗大的泪珠就从眼窝里流出 她眼眶通红 不敢想象 哥哥竟然遭到了这种对待 为什么 为什么父亲 要将哥哥送到那种地方 为什么她从来不肯关心一下她 胸中激荡的愤闷 让陆宁宁面色通红 同时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哭声 低声啜泣起起来 这个时候 手机铃声忽然响起 陆宁宁拿起手机后 才发现是江老师打来的语音通话 江老师带着哭腔的声音 清楚地传至江山耳中 听到陆宁宁的哭声 江山柔声安慰道 别哭 我现在就回去 似乎是找到了依靠 陆宁隔着电话 放声大哭了起来 第109章 江山 为什么瞒着我 一场电影看完 陆宁唯一能记住的情节 就是 男主在被反派殴打女主 从天而降的画面 倒不是这段剧情有多唯美 只是和他偶然间看到的宣传片段 有些不太一样 让他有了种上当受骗的感觉 电影还不错 走出电影院 陆宁一由未尽地点评了一句 是还不错 陆宁不想搅了陆宁的兴致 终究还是没说出 对这部电影的真实评价 而是违心地附和了一嘴 看了这么久有点口渴 你俩想喝点什么 我都行 我也一样 那你们两个在这等我一会 我马上回来 陆宁临走之前 看了一眼许初安 最后消失在二人身前 如果记得 旁边就有卖饮料的 陆宁消失的方向 明显不是最近的 很明显 他是想让自己和许初安 有一个单独交流的空间 如果想了一会儿 思索自己该怎么开口挑起话题 念头浮现的瞬间 他发觉自己的大脑一片空白 不是想不到合适的话题 而是记不起 过往和许初安生活的一切记忆 就好像有一只大手 将脑海中的一切痕迹 硬生生地擦去了 路过愣了一下 莫名有些心慌 快高考了吧 许初安生意地找了一个话题 短暂的思索 中高考是他唯一能记起来的 和路过有关的事 是快了 快过生日了 打算怎么过 许初安忽然想起来 路过的生日快要到了 于是好奇地问道 可话刚说出口 他就有些后悔了 视线飘忽地四处乱看 没有留意到 在说出刚才那句话以后 路过脸上的茫然神情 生日 许初安没留意到路过的自言自语 等他发觉路过一直没有回应以后 下一秒路过的回答接踵而至 应该会和同学一起过吧 许初安的瞳孔中露出异样的光芒 一度想要开口 向路过说出那句压在心里的对不起 几番犹豫 他最终还是没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 这些年的分离 让他和路过之间 已经生出一道肉眼可见的巨大猎系 而路过被迫离开 变成现在这样他才是罪魁祸首 至于还在埋怨路过 害死了自己的父亲 或许之前还有一些 可这么多年与母亲姐姐生活在一起 他怎么会不明白对于父亲的意外死亡 他们同样悲伤 那天知道父亲死了以后 路过流的眼泪不比自己少多少 明明他都明白的 可还是没办法说出 对不起我想你了这样的话 沉默中 路婉西带着买好的热饮 出现在了二人眼前 给 可能有点烫 路过从路婉西手里接过热饮 将吸管插进去 他迫不及待地喝了一口 温热地感觉自口腔流向胃部 稍稍抚平了他的心慌 也让他的眉毛渐渐舒缓了下来 时候不早了 我们是继续在附近逛逛还是 现在时间已经快到九点了 考虑到路过和许初安两个人 明天还要上学 路婉西心里再想继续逛下去 也不得不终止今日的聚会 只要等到高考结束 像今天这样的情况 就再也不会发生了 许初安拢了拢头发 温生回应道 今天就到这吧 路过点了点头 脸上没露出什么不满的情绪 时候不早了 我也该回去了 路婉西递过手上的袋子 路过这个时候才意识到 路婉西离开的时候 并不是只去买了热饮 陆宁宁准备的小礼物 你回去带给他吧 路过愣了一下 回过神后才伸出右手 从路婉西的手上 接过了他给陆宁宁准备的礼物 姐 初 安 我先走了 收下礼物 路过看了一眼面前的亲人 挤出一抹微笑 从接管这具身体以来 路过一开始 只是想和周遭的一切 来一场最后的告别 可毫无变化的大脑 似乎在表明 另一个自己已经死了 没人会再跟他争抢这具身体 他似乎可以就这么生活下去 重灵亲人 他发现自己心里的恨意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烈 而亲人的反应也证明了 只要他能勇敢地向前一步 摒弃过往的恩怨 一切都将焕然一新 面对阔别已久的亲人 路过第一次 对自己许下的承诺 产生了动摇 有了想根治精神分裂的想法 虽然这种想法很无耻 可他 还是想试一试 瞳孔中映照出路过离去的身影 许初安呆立在商城 直到感觉自己的手 被另外一只温热的手握住后 才回过了神 路婉希轻轻揉了揉 许初安的脑袋 一如小时候一样 回家吧 回到家 瞬间冲进怀里的身躯 让路过微微失神 随即下意识地抱了面前的人 哥 直到抱住路过的一瞬间 路宁宁心里这才浮现出实感 哥哥还活着 还没离开他身边 路过温柔地抚摸路宁宁的脑袋 亚异于妹妹这般热情的举动 等他看到客厅中 另外一个红着眼眶的身影后 忽然就意识到了什么 你们都知道了 江山声音低哑地回应道 你在康复中心经历的事 我们都知道了 听到这个消息 路过心里 倒是没有太过特殊的情绪 只是莫名有些庆幸 路婉希和许初安 对这件事了解不多 感觉到越来越紧的怀抱 路过从胡思乱想中回过神 腾出一只手 捏了一下路宁宁的脸蛋 好了 再抱下去 我就快被你勒死了 看路宁宁还不打算松手 路过无奈地补充道 我真的没事 埋在路过胸膛上的脑袋蹭了蹭 这才恋恋不舍地从上面移开 呗 这是 路过刚要把礼物递给路宁宁 可忽然又不知道该怎么说下去 犹豫间 余光瞥见江山向着自己的位置走来 江老师 为什么瞒着我 江山眉头紧锁地质问道 我 话还没说完 路过再度体会到了被人紧紧抱住的感觉 他依旧是被安慰的那个 但这次是江山把他抱在了怀里 我不知道 你在那里遭遇了这么多事 江山带着愧疚低语道 路过的心神莫名有些放松 柔声回应道 已经过去了 第110章 无力回天 老师 可以了吧 路过被勒得有些喘不过气 很多人喜欢幻想自己被异性拥抱的感觉 但前提是 自己是主导方 像路过这种 一开始处于一个被动姿势的状态 很难让他感到愉悦 而且 他脑袋现在处于一个很让他尴尬的位置 他能够感觉到 来自于身旁的灼热目光 路过也很喜欢看热闹 可他不喜欢自己成为一个热闹 而且当面吃瓜的人 还是自己的妹妹 这让他有种颜面尽失的感觉 心疼过了 江山总算松开了束缚 还贴心地为路过整理了一下头发 轻柔的动作 让路过有种被母亲照顾的感觉 只是这母亲的年纪也太小了一些 而且 对方眼中的神情也让路过不敢直视 不过 这一系列的举动落在另外一个人眼里 就成了爱意的表现 看到江老师这么含情默默 路宁宁不免有些担心 江老师该不会想和他的闺蜜 抢自己的哥哥吧 从感情上来讲 路宁宁肯定是站在江老师这边的 不过 他倒是很想见见 那个陈老师究竟长什么样 毕竟总得给对方一个机会 还不好意思啊 我是你老师 我都没有说什么 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江山用力揉着路过的脑袋 将刚刚整理好的头发再度揉乱 原本温馨的景象 随着江山的这番举动结束后 顿时消散一空 他本来有些心疼路过的遭遇 可看到表情局促的路过后 反倒释然了下来 刚刚的拥抱 要是换成他熟悉的路过 对方也许不会说出那句令人扫兴的话 不过这或许是最好的结局了 江山没办法说出让路过消失 让另一个回来 诸如此类的话 因为他就算再找不到对象 也不可能机不择食道 将目标放在自己学生的身上 女追男就已经让他很不习惯了 更别说对方还小他那么多岁 被老妈知道了 几两骨都得给他戳烂 说他祸害祖国的花孤狗 自己老妈什么性子他最了解不过了 嘴上说只要是个男的 就算学生也没问题 可他真要是这么做了 一个逆子是注定少不了了 但还好 事情没发展到这个地步 念头轻转间 本该为自己稳固了家庭地位的江山 心里非但没有欣喜 眼眸中的光反而还暗淡了一些 心里莫名有些不舒服 哥 这是你给我买的 沉默中 陆宁宁趁机打开了路过带回来的礼物 然后就在里面见到了一个包装精美的礼品盒 高兴地拿着礼品盒向路过示意 路过的心脏仿佛漏了一拍 刚才被江山抱住的时候 他没那么紧张 可看到陆宁宁拿着陆婉西买来的礼物后 他不免有些担心 陆宁宁知道真相后的反应 两个人第一次见面 吵得那么激烈 妹妹要是知道礼物不是他买的 而是陆婉西买的 该不会对他生气吧 路过垂下的右手手指在胡乱活动着 可不巧的是 这一幕被江山看得清清楚楚 江山笑了 想开的一瞬间 他的心情舒畅了许多 不用再担心路过日后欺失的他 决定为之前被欺负的自己收收利息 于是江山微微挑起眉梦 恶趣味地开口道 包装不错 在哪买的呀 路过支支吾吾了一阵 既然只好顾左右而言他 打开吧 看看喜不喜欢 让路过没想到的是 陆宁宁看了一眼江山 没有选择拆手上的礼品盒 而是对着路过问道 哥 你就没给江老师准备礼物 嗯 我没想到江老师会来 陆宁宁目光闪动 他又何尝没想到 自己在得知真相的时候 江老师恰如其分地打来电话 又何尝想过 自己会和哥哥的班主任牵扯这么深 如果不是因为这份礼物 他甚至都没机会留意到 哥哥对江老师异常的态度 和身份的称呼 眨了下酸色的眼睛 陆宁宁挤出一副笑容 将手上的东西递给了江山 江老师 礼物你就收下吧 江山表情亚然道 你哥给你的东西 你选择给我 陆宁宁点了点头 江老师你下班以后 还从家赶过来 为了安慰我 牺牲了你的空闲时间 这份礼物 你比我更应该收下 被陆宁宁郑重地感谢后 江山的心情 反倒有些异样了起来 不太想收下这份 本该属于陆宁宁的礼物 你还是拿着吧 我也不是从家赶过来的 是和朋友吃饭散步完以后 才回来的 为了谢绝陆宁宁的好意 江山口不择言地解释了起来 男的女的 对上陆宁宁那双 带着探究神色的眼睛 江山这才意识到 自己说错了话 这一刻 她的脑袋一片空白 没有多想 只是下意识地回到 男的 说起来那个人路过 你也认识 路过没有出声作答 因为在江山说出 那两个字以后 她的耳边忽然响起 一阵嗡鸣声 看得江山莫名地心声愧疚 有种背叛路宁宁信任的感觉 路宁宁本来想着 等江老师收下礼物 自己再趁机提出 让江老师在这住下的请求 这样一来 事情基本上就能成了 可现在的情况 已经不再是 能不能让江老师留下来的问题 而是 各种错综复杂的情况 一股脑袋涌进路宁宁的脑袋裏 让她感觉无力回天 路宁宁忽然很想哭 不只是为了自己 有可能失去的江老师 同时还有自己的哥哥 第111章 问诊 等到路宁宁借骨累了 回房间休息后 路宁宁终于有机会 和江山单独交流 江老师 我明天想请一天假 请假 江山的眉毛下意识地骤起 快高考了 怎么忽然想起来请假了 江山的表情中 多了几分担心 她意识到了什么 当着江山的面 路过拿出了刚刚才准备好的说辞 没什么事 我就是去复查一下身体 医生说我的病 足够让我坚持到高考结束 高考结束再去专心治疗也不迟 不过高考之前得去体验几次 之前已经缺席了一次 所以江山没有直接答应 而是话音一转 问道 你妹妹那边 你怎么解释 我会想办法的 思索了一阵 路过也只能给出一个 模棱两可的回答 行吧 嫁我给你批了 明天一整天 你都可以在家好好休息 从医院回来也别闲着 没事的时候多看看书 复习复习功课 江山操心地叮嘱着 不自觉地伸出右手 揉了揉路过的脑袋 这段时间 你的成绩已经有了很大提升 争取考出一个好成绩 让我免了你的房租 时候不早了 我也该走了 江老师 要不你就在这陪着宁宁吧 江山压抑地看了路过一眼 最后还是摇头拒绝道 我都要走了 他都不出来送 我才不陪他 走了 路过送了几步江山 看着江山的身影 消失在了拐角 门关 门开 路宁宁踩着点从房间里走出 江老师走了 走了 宁宁路过私存片刻 犹豫着开了口 我明天要去一趟医院 路宁宁看了路过一眼 笑着说道 哥 你去吧 那你明天还去不去学校了 下午可能会去 路过没有把话说绝 因为他也不知道 自己在看完病以后 究竟还有没有精力再去学校 要是去不了 我也会去接你 没事 路宁宁温声拒绝道 不用去接也行 你明天就好好在家休息吧 路过松了一口气 但心头上的紧张压抑 却并没有消失 第二天上午九点 路过按照地图上的标注 找到了他要去的心理咨询室 这家私人诊所 有着不错的口碑 主治医师 主治医师是国内知名大学心理 专业毕业的学生 毕业后又去了国外进修 为了找到一个适合的地方 路过用了一碗上权衡力闭后 才最终确定下来了这里 推门而入 迎面的暖色氛围感 仿佛让路过置身于一片花海之中 周围还充斥着一股清香 让他的情绪 没了一开始那么紧张 向接待人员秉明了身份 对方带着路过 走进了一间宽敞的治疗室 你好 我是方雅 面前的方雅 让人看不出他的年龄 唯一能让人感觉到的 便是对方那双耀眼明亮的眼睛 仿佛什么东西 在这双眼睛下 都无所遁形一般 我是路过 方雅指了指路过旁边的沙发 坐着聊就好 等到路过坐下 方雅例行公事地问寻道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 别紧张 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告诉我 这里只有你和我 不用担心 会有被泄露的风险 方雅的声音轻柔淡雅 有种抚慰人心的感觉 在对方声音的包裹下 路过渐渐放下了心房 最近我一直都有做噩梦的习惯 在梦里 我被关进了一间小黑屋 在小黑屋里 我能看到另一个自己 操纵着我的身体生活学习 后来发生了一些事 我从小黑屋里出来了 然后我就忘了一些事 方雅目光灼灼地看着路过 忘了什么事 路过沉默片刻 我忘了小的时候 和妹妹生活的记忆 还有吗 没了 你确定 路过还是回忆同样的答案 方雅身体向后一样 眉毛紧紧地皱成一团 方不方便告诉我 和你妹妹之间发生了什么事 她不是我亲妹妹 是继父带过来的 我们是重组家庭 我们两个还有一个姐姐 小的时候 我们关系很好 后来路过语气一顿 方雅挺直身体 知晓事情的关键节点 就在剩下的话里 后来继父就死了 我害死的 然后我就回到我的亲生父亲那里 我父亲和母亲在离婚之后 他又有了一个孩子 女孩 小的时候 他很不喜欢我 总是和我发生矛盾 路过越说越多 尽管中间省略了很多内容 但还是花费了将近三十分钟 才讲完大概内容 听完整个过程 方雅长出一口气 所以你来找我是担心 还会回到过去那样的状态里 就是 就是 被关进小黑屋 路过点了点头 我想问 能不能想办法 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办法是有的 方雅轻轻敲击面前的桌子 同时快速地在面前的纸上 写下一次多重人格分裂 在这几个字后面 方雅最后又填上了一个问号 你了解另外一个自己吗 确定眼前的患者 并非是难搞的患者后 方雅也不再循规蹈矩地询问病情 了解 她是忽然闯进我身体里的 她给我的感觉 就不像是这个世界里的人 方雅 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这个念头浮现的瞬间 方雅嘴里也下意识地发出了声音 说出了同样的话 她会写歌 不过都是抄的 而且知道 很多这个世界根本没有的东西 路过说的越是煞有其事 方雅的眉毛皱得就越紧 因为眼前患者所讲述的症状 已经超出了她的认知范围 抬头看了一眼时间 方雅知道 今天只能到这了 抱歉 关于你的问题 恐怕还得经过更多的了解我 才能给你一个治疗方案 路过点了点头 麻烦方医生了 你的意思是说 我后面还需要来对吗 对 不过以后你来直接找我就行 不用预约 我会和前台说一声的 还有这几天 你最好按时休息 尽量别让自己太过劳累 下次你过来 我会尽量给你做出一个治疗方案 那方医生 我下次 方雅打断道 你住宿还是通宵 路过下意识地回道 通宵 那你明天七点过来就好 嗯 那方医生 我就先走了 走吧 在送走路过以后 方雅拿出手机 给远在国外的老师 打去了一通电话 上来第一句 方雅直接向自己的导师 求起了缘 Help 而路过离开心理咨询室后 她忽然意识到 方雅为什么会询问自己 究竟是通宵还是住宿 因为她离家的时候 穿的不是自己的便服 而是学校校服 第112章 老师 我们一起养条狗吧 忘了往事 忘记了出门时 换身别的衣服 路过发觉自己 正在发生一些未知的变化 而她 对此毫无察觉 忐忑不安地回到了家 路过随便吃了些外卖 到了中午 困意细卷的她 一觉睡到了下午两点多 等醒来以后 发觉自己无事可做的她 给陈老师发去了消息 询问她在不在家 陈老师的回答简洁明了 让路过的心情稍有舒缓 在的 没多久 路过来到了陈老师的家门口 门铃响 屋门开 一身便服 头发简单竖起的陈佩然 好奇地打量着路过 紧接着皱了皱鼻子 在路过的身上 闻到了一股刺鼻的味道 没去学校 陈佩然的眼睛微微眯起 言外之意 是想从路过嘴里 听到她今天的下落 可惜的是 路过有些心不在焉 并没有听出来 陈佩然的言外之意 身体有些不舒服 就和江老师请假了 陈佩然让开身位 进来吧 可能有些乱 进到客厅 路过闲来无事地环顾一圈 发觉客厅宽敞的空间里 杂物很多 到处都能看见一些 派不上用程的小物件 看起来有趣的东西不少 但给路过的感觉 还是有些太空了 死物就算再多 也难以让这间屋子 焕发生机 或许在自己 和江老师不在的时候 陈老师身边 如果能多出一个活物的存在 或许能让他的心情好上一些 陈老师 除去周末以外的时间 你都一个人待在家 陈佩然愣了一下 嗯 这里除了你和小山会来以外 平时也不会有人再来了 偶尔我会在小区里待上一回 每天早上买菜的时候 也会出去 那你 等一下 老师你刚才管江老师叫什么 路过话才刚说出口 就发现自己忽略了什么 陈佩然也被路过的反应吓了一跳 正然地盯着她的眼睛 怎么了 小山啊 小山 明明不是什么特别搞怪肉麻的称呼 或是外号 可路过在听到以后 脸颊止不住地抽动 笑意肉眼可见 那江老师平常管你叫什么 陈佩然像个学生一样 老老实实地回答路过的提问 大学的时候会叫我学姐 熟悉以后就叫佩然 然然 还有 还有什么 路过眨了眨原本有些困倦的眼皮 忽然好奇起了 能让陈老师本该说出口的称呼 陈佩然认真严肃地摇了摇头 后面的不能告诉你 路过顺嘴问道 为什么 啊 陈佩然清吸了一口气 故作淡定地回道 你还太小 有些称呼不适合 让你现在知道 路过的好奇并没有就此了之 反倒更加愈演愈烈 究竟是什么样的肉麻称呼 才能让陈老师 用这种近乎自爆的方式遮掩 真的不能说吗 陈佩然再度强调了一遍 不能 前所未有的认真语气 吓了路过一跳 等回过神 眼前看到的 是一脸惶恐面带愧疚的陈老师 对不起 我不该用这么重的语气和你说话 路过的脑海一片空白 不是因为被陈老师凶了 而是第一次在陈老师的身上 感觉到了生气 老师 我没生气 陈佩然没有说话 只是微微张大眼睛 闪烁着光芒的瞳孔 就这么看着路过的眼睛 迫切想让这股生气 久远地停留在陈老师身上的路过 连忙解释道 我真的没有生气 你要是想知道 我可以告诉你 近乎呢喃的声音 在路过耳边响起 让他的思维瞬间混乱了起来 老师 你刚才说什么 陈佩然微微垂下视线 你要是想 不 我不想 嗯 我的意思是 我怕自己知道了 会忍不住当着江老师的面说出来 真的 陈佩然轻轻恩了一声 神色明显放松了下来 那你要不要看到我和小 你的江老师的相册 路过的心情有些奇怪 迟疑两秒 他终究还是回应道 可以吗 没事 他知道也没关系 路过看着明显有些迟疑的陈佩然 莫名有些担心会在相册里 见到什么不该见到的东西 你在这等我一下 我去卧室拿相册出来 十几秒后 陈佩然捧着一本厚厚的相册走了出来 于是 两个人坐在沙发上 看起了相册中的照片 这是我们两个在学校图书馆里照的相 这张也是 还有这张 这应该是我们两个备考的时候照的 一连六张照片 主题全部都是图书馆 全部都是俏皮风格的照片 这不禁让路过有些怀疑 两个人看书的时候 还这么分神 究竟还能不能看好书 陈佩然滋滋不倦地介绍着照片的来历 几乎每一张 他都能记起 缘由和前后过程 老师 等一下 这狗 路过忽然出生 伸手指了指相册 又上方的一张图片 这一次 主人公不再只有江山陈佩然 在他们两个中间 还多出了一条颜色雪白的狗 你是说荔枝啊 他是我们一个社员 收养的一只流浪狗 这条狗一直很喜欢小山 这样啊 路过若有所思地回了一句 陈佩然继续翻动相册 这一次路过 再度伸手指了一张照片 那这张呢 这张是我们推理社的合照 路过眉毛微调 那立之势 就是他养的 陈佩然指了一下照片边缘 一个戴着眼镜的瘦弱男生 我记得刘青章 当时和小山两个班 一直都在一起上课 后来推理社的活动 也都是他们两个一起负责 路过问道 那这个人 现在还和江老师有联系吗 陈佩然摇了摇头 这我就不清楚了 社团里除了小山以外 其他人 我都很久没联系过了 那立之势现在怎么样了 不清楚 啪 路过忽然用力地 拍了一下敞开的相册 老师 陈佩然被路过 突如其来的动作 吓了一跳 要不我们去收养条狗吧 嗯 路过重复了一遍 我们一起养条狗怎么样 不知怎么回事 那个叫留什么来着的人 抱着立之喜笑颜开的画面 让路过目难忘 一开始养狗 只是阴差阳错冒出来的想法 到后面看到推理社的合照后 这个念头越来越强烈 直至扎根在路过的脑海中 他觉得自己很有必要养一条狗 很有必要 第113章 一猫一狗 天下我有 养狗 陈佩然一脸猛地看着路过 脑袋在这一刻 直接短路了 怎么忽然想起来养狗了 路过有理有据地解释道 老师你一个人在家 也没什么事做 江老师也没办法天天过来陪你 所以我觉得 养条狗打发时间倒也还不错 一定要养吗 陈佩然瘪着嘴 脸上写满了不情愿 他不是担心自己养不好 只是有些害怕熟悉的生活里 莫名多出变数 虽然只是一条狗 可他还是有些担心 路过觉察到陈佩然脸上的犹豫 好言相劝道 老师你要是觉得麻烦 可以养一条小型犬 小型犬你一个人 平时带他出去散步 也不用担心 我和江老师不在的时候 他还能帮你接姐妹 三言两语间 那条素未谋面的狗 就已经从两人一起抚养 便成了陈佩然一个人来负责 那就走吧 去宠物店看看吧 陈佩然犹豫一番 最终还是答应了路过养狗的建议 一个人生活虽然还不错 不过多出一条小生命 似乎也没什么不好 两个人步行来到附近的一家宠物店 看见顾客上门 本就喧闹的环境 更是一阵鼎沸 充斥着稚嫩 但又响亮有力的叫声 两位 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这位打算想养一条狗 话刚说完 戴着口罩的陈佩然 忽然打断道 是我们两个一起养 店主人也没在意 二人言语上的矛盾之处 亲切地介绍起了店内的基本设施 以及宠物的安全情况 不论是路过还是陈佩然 两个人其实都没什么养宠物的经验 店家的介绍 让他们在短时间内 了解到了很多情报 特别是店主人的最后一句话 两位请放心 我们店里绝对不会出现 兴起狗的情况 两位要是不幸的话 可以参观一下 他们平时生活的环境 可以吗 陈佩然有些跃跃欲试 当然 陈佩然就在后面 那就去看看吧 店主人领着陈佩然 正要向后面走 回过头 却发现路过依旧停在原地 出神地看着面前的小龙子 陈佩然也没出声打扰 自己一个人跟着老板 参观起了这些小狗 平时生活的环境 毕竟是路过提出来的要养狗 自然该让他挑选合适的 至于自己 只是带养 嗯 带养 龙子几乎堆满了视线内的全部范围 不光有很多路过感兴趣的狗 还有一些只能在网上 才能见到的可爱小猫 除去这些 他还在边缘的位置 见到了几只圆润的龙猫 路过的注意力 没有放在龙猫上 而是兴致勃勃地 看着正对面的一个笼子 里面装的宠物不是别的 正是他最为感兴趣的 一个品种的小狗 其名曰 哈士奇 打量着面前毫不畏惧 自己的哈士奇又在 路过的脑海中 顿时冒出一句话 小东西长得还挺别致 眼前的哈士奇 无论是眼神还是体色 都恰如其分地 长在了路过的审美上 特别是那双泛着蓝光的 睿智眼睛 一眼看过去 就再也无法自拔 不过 这狗在可爱日后 也终究不是自己抚养 不过路过 还是决定给他一个机会 也给自己一个机会 小东西 想不想跟着我走 小哈士奇趴在笼子里 脆身汪了一下 想和我走 可没那么容易啊 前提是你以后长大了 不能拆架 能不能做到 汪汪 路过可没有因为对方的可爱 就有任何心软 接下来他要做的事 才是对这条哈士奇真正的考验 你说 你能做到是吧 现在伸出你的左掌 路过伸出右手 等待他的行动 只要这只哈士奇 站起来走两步 乖乖递出左掌 就能碰到他的手 这样一来 最后关于这只哈士奇的 服从性考核 也算是大功告成 只见哈士奇晃悠悠地 直起身子 那双睿智的眼睛 目不斜视地看着楚阳 一步步地向着他在靠近 这个时候 陈佩然也已经参观完了 小猫小狗平时的生活环境 等他和店老板回到原位时 看见的是对一条哈士奇 喜笑颜开的路过 这一刻 陈佩然的心情不再美丽 也后悔起了 和路过一起来到这的举动 但在事情彻底下定论之前 陈佩然心中 还抱着最后一丝庆幸 自己只是带养 平时照顾这只哈士奇 还是路过 自己只要撑过这几天就好了 没错 就是这样 已经选好了 选好了 就要这条了 老板也是个痛快人 立马开始忙活了起来 整个过程二话不说 像是生怕路过反悔一样 至于陈佩然 在经历几番心理波动后 终究还是没忍住 小声向着路过问道 不是说养小心犬吗 不用路过回话 老板就主动解释道 这条哈士奇 是我们这最乖的一条狗 而且这种狗以后长大了 也大不到哪去 平时待它散步一个人就够了 这话老板说得信誓旦旦 可路过听得却心虚不已 再乖又能乖到哪去 毕竟 这可是一只哈士奇 不过陈佩然明显是当真了 释然地松了一口气 他只是听说过 这种狗的难缠 没有自己养过 万一这条狗 真和老板说的一样呢 毕竟是路过喜欢 那就要这条吧 对了 这条哈士奇 是公的还是母的 等到付完款 路过忽然记起来 自己忘了一件最为关键的事 那就是询问这条狗的性别 这条是个母狗 那就好 拎着装有哈士奇的笼子 路过迫不及待地 便要准备离开 可这个时候 一直表现得很沉稳的哈士奇 忽然放声大叫了起来 路过有些担心 该不会还没离开 就要现原形了吧 低头看了一眼小哈士奇 路过发现 他是在对身后嚎叫 看样子 应该是在和他们告别 临走之前 再让你和你的朋友们告个别吧 路过心情甚加地拎着笼子 回到了刚刚的位置 这个时候 他才注意到 让哈士奇嚎叫的小家伙 不是一条狗 而是一只猫 看见对方的瞬间 无论是小哈士奇还是对方 眼神都直了 路过想不注意到都难 老板的声音事实响起 这只是蓝白鹰短猫 他俩从小长在一起 这是个公猫 母的 看着眼前 这只带着三分哈士奇神韵的 蓝白鹰短猫 路过的心此刻正在蠢蠢欲动 他转过身 目光灼灼地 看着陈佩然 带着三分恳求的语气 轻声问询道 老师 要不再给他添个半 第114章 天性出现 一次出门 家里莫名多出了两名新成员 虽然一直是猫 一直是狗 可他们相似的眼神 难免让陈佩然心里泛起了嘀咕 路过会不会就这么把 饲养这两个家伙的重担扔给他 一个还在他的承受范围内 可两个他真的担心自己照顾不好 是不是该给他们起个名字 将两个小家伙从笼子里解放出来后 欢快打闹的画面 倒是不用陈佩然担心他们两个的相处问题 不过名字的话 他觉得 还是让路过这个主人来起更好一些 你来给他们起名吧 见路过没有推辞 忐忑不安的小陈老师总算是放下了心 看路过的表现 应该不是那种 提起裤子就不认账的蝉使官 名字 呃 你就叫榴莲好了 路过强行把小哈士齐抱了起来 被路过强行中止完闹 小榴莲也没有表现得太过抗拒 用他那双睿智的浅蓝色眼睛盯着路过 还好奇地歪了一下脑袋 来 去和你妈妈一起玩吧 我得给你的小伙伴想个名字 路过顺手将小榴莲交给陈佩然 小陈老师抱起小榴莲的时候 心里想的不是手上传来的柔软的触感 而是路过刚刚说的妈妈这两个字 自己要是妈妈的话 那路过又该是什么 想到这 路过没有觉察陈佩然的神色变化 一直在专心致志地看着面前的小家伙 不认是小哈士齐还是面前的这只鹰短 都恰好长在了路过的审美标准上 要问这两小只里 他最喜欢和哪一个贴贴 还得是看起来胖乎乎的小鹰短 六月 以后你的名字就叫六月了 脸颊在和小鹰短来了一次亲密接触后 他的名字也就这么确定下来了 要问这两个小家伙 为什么一个以水果命名 一个又以月份命名 大概就是贱名好养活 毕竟小榴莲是只哈士齐 名字起得太唯美 实在与对方的气质相为和 而猫就不一样了 就算静默者黑 可他又能蠢到哪去 以后长大了 总不能比小榴莲还蠢吧 路过 路过这边 还沉浸在未来的画面中 耳畔忽然想起 陈佩然着急的呼喊声 怎么了 陈佩然把小榴莲翻了个面 将他的肚子 暴露在路过面前 我刚才摸摸榴莲肚子的时候 在上面摸到了一个小凸起 还不止一个 他会不会是得了什么病 得病 路过疑惑道 不能啊 你在哪摸到的 陈佩然指了一个地方 就是这 路过瞪大眼睛 盯着陈佩然手指的地方 终于 他看见了几个不算明显的小凸起 当然 他是绝不会因为陈老师没有养过狗 把母狗给小狗的喂奶的地方 当成小疙瘩 就笑话他的 也真亏他能找到 路过能理解第一次当主人的心情 可 可是 哼 嗨嗨 你笑什么 陈佩然搞不清 路过为什么会笑 万一小榴莲真的得了什么病 得赶紧去给小家伙治病 然后再让老板给他们赔偿 至于更换小榴莲这种事 他没想过 哪怕这两个小家伙 才刚刚登门 但他是接受了他们的存在 才会选择让他们进来的 老师 小榴莲是个小女孩 她没病 没病呢 声音戛然而止 本来还在忧心忡忡的陈佩然垂下视线 只觉得脸颊无比燥热 小女孩 没病 这两个词 足以说明很多东西了 她 她竟然当着路过的面 闹出这样一个笑话 客厅静悄悄的 就连六月榴莲都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全都在好奇地看着陈佩然 至于陈佩然本人 现在还在想 该怎么解释刚刚发生的乌龙 我 我第一次养狗 陈佩然的喉咙里 总算挤出了声音 我明白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养狗 陈佩然没有多嘴去问 为什么路过就明白这么多 反应得这么快 因为这只会让她在自己的前学生面前 更丢脸尴尬 有的时候 一个字写得多了 再去看就不认识了 刚才的情况应该就是这样 没反应过来 很正常 为了缓解陈佩然的尴尬 路过还特意找不了一句 嗯 陈佩然哼出一声低雅轻微的恩字 这件事不出意外 应该就这么顺其自然地过去了 王王 好奇疑惑的视线 看向了发出声音的小榴莲 本以为事情已经结束的陈佩然 还没能缓和心情 就看见睿智的小榴莲 当着她的面躺了下来 还露出了眉毛的肚皮 喵 紧接着 在陈佩然的视线中 六月慢悠悠地走到小榴莲身旁 做出了同样的举动 一时间气氛再度死寂 再保持沉默了一会儿 路过终究还是没能抑制住笑声 放声大笑了起来 陈佩然的脸颊 就像一片火烧云似的 红得鲜艳欲滴 闭嘴 不许笑 哈哈 看着这一幕 路过终究还是没有忍住 想要记录的冲动 拿出手机记录下 憨太可惧的一猫一狗 以及红着脸的陈佩然 路过 你在做什么 路过笑着回应道 我想让蒋老师 好好看看家里来的新成员 陈佩然气急败坏地阻止道 不许发 路过一脸笑意地看着陈佩然 在余光短暂地落在屏幕上时 她的手指飞速舞动 点开了江山的聊天界面 但还没等路过发出照片 不想让闺蜜见到自己丑态的陈佩然 也顾不上什么了 脑袋里想到 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阻止路过 她脑袋一热 直接朝着路过冲了过去 眼睛死死锁定她的手机 路过也不是毫无察觉 只是没想到 陈老师的反应会这么激烈 突然爆发出的力气会这么大 突如其来的冲撞 让路过下意识后退 不让陈老师抢走手机 本来这个过程不至于让路过摔倒 可下一秒 路过的脚下踩到了一滩 不知何时出现水渍 于是她脚底一滑 连带着陈佩然 两人以一种较为暧昧的姿势 摔在了地板上 路过躺在地板上 陈佩然趴在路过胸膛上 至于留下水渍的罪魁祸首 早就觉察到事情不妙 暂退到一个安全的距离 观摩贴在一起的两人 几根发丝 轻轻挠着路过的脸颊 怪养的 除此之外 路过还能闻到 近在咫尺的清香 这股味道 让她难免有些心愿意马 事情暂时告一段落 手机没有被陈老师抢走 不过路过也没赢 倒下的时候 手掌下意识地松开 和她一起摔在了地板上 恰好 手机掉落的位置 距离罪魁祸首的位置 极近 还是屏幕向上 依旧停在江山的聊天界面上 于是乎 正在休息的江山 看着路过给自己发来的一堆乱马 陷入了深深的疑惑中 第115章 隐约觉察的陈佩然 摔下的时候 是什么感觉 这个问题 陈佩然也说不好 因为倒下的时候 底下有人垫着 倒也不怎么疼 唯一让她有些不满的是 渐渐加快的心跳 还有放在自己后背上的手 陈老师 陈老师 耳边响起路过的呼唤 陈佩然这下才想起来 自己原来是路过的老师 还趴在路过的胸膛上 迟迟没有起来 慌乱的支撑身体 从路过的身上起来 陈佩然捋了一下 稍显凌乱的头发 安静地站到一边 不敢去看路过 路过倒也没多想 只是在起来的时候 难免有些怀疑 好端端的客厅里 什么时候多出了一滩温热的水渍 等到视线落在一边的手机上 看见了围着手机的两个小家伙时 脑袋还有些混乱的路过 煞时间清醒了起来 好啊 感情是你们两个 行啊 到底是 你们两个谁尿的 嗯 路过把榴莲六月挪到一边 捡起地板上的手机 检查一下手机屏幕 见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后 揣进了口袋里 是他们两个尿的 路过点了点头 可能是六月干的 我去找抹布擦一擦 陈佩然找来抹布 将地上的水渍擦洗干净 起身的时候 视线恰好撇到路过光着的脚 要不要洗个脚 路过目光闪动 犹豫一阵后 还是点了点头 也好 浴室里有全新的毛巾 没拆封的 你用那个擦脚就好 要是想洗澡的话 里面也有全新的浴巾 路过看了一眼陈佩然 默不作声地点了点头 然后就走向了浴室 等到路过消失在客厅里以后 迟钝的陈佩然 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刚刚说了什么话 简单地冲了一下脚 等路过走出浴室以后 见到了摆在门口的 全新的男士拖鞋 换上干净拖鞋 他看见陈老师 在逗着两个小家伙 从宠物店里 带的猫粮狗粮 已经被打开了 陈佩然也给两个小家伙 准备了水 只是两人暂时 还没准备他们喝水用的工具 陈佩然也只能用碗来代替 如此岁月静好的一幕 再度让路过有了 记录下的冲动 等到陈佩然想起来 路过已经洗完以后 路过已经拍好了照片 呜 喵 路过 他们是不是困了 看到两个小家伙 表现出困倦的模样 陈佩然疑惑地问道 路过也不清楚 像这种动物幼崽一天 会睡几次 每次又会睡多久 但想到现在已经过了中午 出于保险 他还是好心提醒道 还是别让他们两个睡了 他们现在要是睡着了 晚上该睡不着的 就是你了 那怎么办 路过也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 要不给他们放点音乐 实在不行 晚上就让江老师过来陪你 前者陈佩然倒是能理解 可让江山过来又是什么原因 陈佩然问出心中疑惑 等来的答案 却是让他忍俊不惊 江老师要是来了 晚上就能有人陪你 一起睡不着了 陈佩然神色古怪地 看了路过一眼 忍不住帮闺蜜说起了话 你才是六月榴莲的主人 意思很明显 要来也是你路过 晚上过来 而不是江山 路过的理由倒是很充分 我明天还得上学呀 那你今天怎么没去 听到路过的话 陈佩然下意识回答完以后 这才反应过来 路过今天没去上学 路过现在是高三学生 无缘无故 江山不可能给他嫁 所以只有一种可能 你的病又严重了 路过被陈佩然看着浑身发毛 特别是对方瞳孔中的忧怨与自责 看得路过难以自持 没什么 就是去复查一下 路过想起来 眼前的陈老师 并不知道自己患癌的事 在短暂的犹豫过后 路过摇了摇头 温生解释道 我的病没有严重 只是江老师有些担心 所以才给我放天价放 我好好看看 以免影响高考 哦 那我现在给小山打电话 听到这句话 路过的身体顿时绷紧 暗杆 自己掉进了亲手挖下的陷阱里 万一江老师没能给他打掩护 事情闹大以后 影响的不是他是陈老师 可在陈老师的注视下 路过也根本没办法和江山串口供 只能期待对方能主动为他打掩护 要不就别接通陈老师的电话 想办法为他拖延一段时间 拨通江山的电话号码 几秒钟后 那边被江山接通 喂 我在上课呢 怎么了 班上 在听到江山如此温声细语以后 班上的同学一个个躁动了起来 以为自家班人是在和男朋友通电话 没什么 我就是想问问 路过今天怎么没去上课 江山皱起眉头 他在你呢 没有 没怎么 这不是快高考了吗 所以才决定在高考之前去检查检查 听到闺蜜模棱两可的回答 陈佩然目光闪动 但终究还是没说什么 但有些是他不计较 不代表他什么都不做 陈佩然的脑海中 漠然浮现出路过先前说过的话 今晚来我家吧 我就不去了 等高考结束吧 晚上过来 我给你做好吃的 还准备了惊喜给你 陈佩然认真说道 态度明显比刚才强硬 江山才不是因为闺蜜口中所说的惊喜 才决定晚上要过去的 他只是有些想他了 那行 晚上我过去 嗯 就这样吧 不打扰你上课了 来的时候 别忘记给我打电话 好 挂断电话 陈佩然的余光 瞥见两个小家伙 还是趴在地上睡着了 但他现在无心理会 因为他现在不知道 自己该不该向路过 问出心里的担忧 老师 路过轻叹口气 我先回去了 晚上还来吗 路过硬着头皮回道 晚上可能有些事要解决 慢的话应该来不了了 陈佩然终究还是没能问出 路过晚上有什么事 为什么会来不了 在送走路过以后 江山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看着面前睡着的两个小家伙 正正出神 所以 他和自己闺蜜之间究竟 对自己隐瞒了什么事 是病情吗 第116章 另一个自己的真相 下午5点钟 路过再度来到了安雅驿站 让路过有些惊讶的则是 方雅主动给他打的电话说 下午没有病人上门 他可以提前过来 说起来 路过对方雅的感官并不怎么好 因为他的年纪实在太过年轻了 就算能在浏览器上 搜到对方的资料 可路过心中的怀疑 依旧没有任何消退 至于为什么还会过去 路过心里还是抱着一丝期望 对方能这么年轻 就独立开了这么大一家心理咨询室 背后没有大数 他是断然不幸的 所以 对方要是没有治疗办法 那他会不会打电话给自己的老师 路过觉得很有可能 说 来到安雅驿站 填好方雅给的调查问卷 路过坐在了椅子上 凝视面前面容严肃的方雅 他隐约觉察到 对方的气质似乎有所不同 似乎变得比上午更有底气了 路过原以为这场见面会在明天 可没想到 在陈老师家中说出的借口 却一语成衬了 只是时间稍稍提前了一些 方医生 这次你找我是 方雅温生回到 下午让你走的原因 不是因为我解决不了你的问题 只是时间到了 后面我还有预约的病人 这么说你明白吧 我明白了 听到路过的回答 方雅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 这次 我来找你 是因为我发现 你身上存在的问题比较特殊 最好是尽快解决 方雅学着老师的语气 对路过重复着自家老师说过的话 从毕业以来 她已经很久没这么做过了 可没想到 今天却再度重操就业 我的情况很特殊 对 很特殊 方雅加重语气 可下一秒却话音一转 不过你也不用担心 你的病情特殊 但并不会影响什么 现在跟从治疗的话 有很大概率痊愈 那方医生 路过认真问道 我忘记了过去的记忆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方雅轻声回应道 在解释这个问题 之前我们得先弄清一件事 你的病究竟是精神分裂 还是人格分裂 从你上午的描述来看 你的病应该是人格分裂 所以弄清关于你口中所说的那个人 是你的主人格 还是负人格 是治疗病情的根本 方医生 路过忽然打断道 我在医院看过 当初他们做出的判断 是我得了精神分裂 果然 该来的还是逃不开躲不过 道歉 我先上趟厕所 几分钟后 方雅从卫生间回到了座位上 嗨嗨 一般来说 这种情况不太常发生 但也不是毫无可能 所以我们还是先弄清 谁才是主人格这件事 一般来说 只有负人格 才会发生像你身上的这种情况 而失去记忆 通常是因为主人格的影响 才会造成的 你的意思是说 我才是负人格 方雅连连摇头 不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刚才说的只是寻常情况 而你的问题就比较特殊了 方雅眼睛睁大 一脸认真道 我的老 我查阅了一些资料 发现国外曾有一起和你十分相似的病例 对方同样患有人格分裂 主人格同样遗忘了一些事情 但最后经过治疗 发现对方根本就没有人格分裂 随着方雅徐徐到来 路过的眼神愈发认真 心跳的速度也不由自主地微微加快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方雅沉声回道 经过医生治疗发现 对方其实是因为得了妄想症和认知障碍 路过越来越糊涂了 因为他非常确信 自己根本就没有妄想症 方雅的话 让路过莫名有些烦躁 他现在严重怀疑 对方到底有没有真本事 然而下一秒 方雅接下来的话 却让路过呆坐在椅子上 至于你的病情和对方虽然相似 但不是完全一样 因为你很有可能患有人格分裂 而且除此之外 你还患有严重的认知障碍 这才是导致你忘了过去记忆的主要原因 路过难以置信的瞪大眼睛 你是说我有认知障碍 准确来说 是你的主人格 有认知障碍 坑腔有力地解释清源由后 方雅顿感全身通畅 每每见到患者的这番模样 都会让他有种油然而生的成就感 这也是为什么 他选择学习心理 选择败在老师门下的原因 正是因为你有认知障碍 所以你才会忘记了一部分的记忆 路过追问道 一个人真的会同时患上 人格分裂和认知障碍 其实很少见 但你的情况比较特殊 那还有没有其他可能 方雅眉头轻皱 有些疑惑 路过为什么还要追问 但路过本人也想不通 已经找到答案了 又为什么还会问个不清 但他总觉得 方雅说的情况并不适用于自己 只是被方雅的连番轰炸 弄得大脑有些混沌迷茫 有 方雅目光灼灼地看着路过 一字一顿道 另外一种 可能就是你根本没有的人格分裂 无论是现在的你 还是你口中所说的 自己都是一个人 至于为什么 你们会感知到彼此的存在 是因为路过难难回到 是因为我得了妄想症 没错 就像我刚才说的病例 方雅徐徐汗手 其实她觉得 第二个答案 更符合路过现在的症状 什么另一个人格式穿越者 这分明就是妄想症的表现才对 可偏偏自己的老实态度却很认真 说不能忽视任何一种可能 还说什么人的潜力是无限的 路过很有可能是两个人格后续 又得了认知障碍和妄想症 这两种不同的病 路过呆若目击地坐在椅子上 大脑一片空白 完全没在乎 方雅没有说出口的第三种可能 那就是她 确实患有人格分裂 只不过这种情况更为罕见 因为她的富人格 在很小的时候 就已经存在了 而且还得了严重的妄想症 所以 这才是她不愿意听信方雅的原因 人格分裂 认知障碍 一个人当真能在很小的时候 得了人格分裂吗 这个问题不用问 路过心里 就已经有了答案 上述三种情况 从根本上来看 都不适用于自己 因为路过根本没有得妄想症 更没有得所谓的人格分裂 在恍神中 路过的脑海中 漠然浮现出了第四种 她从未设想过的可能 那就是 她的确有人格分裂 也同样患有方雅口中所说的 认知障碍 这个可能性衍生出的结果便是 她从来不是什么所谓的主人格 得了认知障碍的 一直都是另外一个自己 第117章 要走 妄想症 会导致人格分裂吗 方雅的回答言简一概 会 路过茫然地站起身 转头就要准备离开 方雅在后面喊道 你的情况很严重 最好现在就进行治疗 路过停下脚步 回头喃喃问道 治疗的结果会是什么 如果你现在开展治疗 用不了多久 你的富人格就不会再出现 方雅后面还说了一大堆话 不过路过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她现在觉得脑袋有些晕血 不是思路不清 而是物理层面的晕血 是从想到第四种可能性 以后就开始出现的 她现在很想一个人静一静 去想清楚自己到底是谁 离开之前 路过问了方雅最后一个问题 假如我患有人格分裂 不去刻意控制 还会有自愈的可能吗 会有一定几率 方雅点了点头 而在得到答案之后 路过转头离开了安雅一站 但让路过没想到的是 她在安雅一站的外面 见到了陈佩然 她换了身淡雅的连衣裙 就安静地站在门口 和走出来的路过四目相对 陈老师 你怎么来了 陈佩然欲言又止 她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就是在看见路过再度离家以后 有些心慌 所以才悄悄跟在她的后面 一路来到了面前 这家安雅一站 老师 我们走吧 见陈佩然迟迟没有回应 路过挑破了沉默 决定先离开这里 她现在脑袋很乱 很想找个人聊聊 不管陈佩然是怎么找上来的 只要能陪她聊聊就好 公园里 陈佩然和路过坐在长椅上 两个人谁也没有最先开口 都心软如麻 不知该从何说起 老师 路过难难开口 陈佩然有些担心 你怎么了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路过点了点头 声音一下子弱了下来 嗯 脑袋有些乱 和我聊聊吧 陈佩然摘下口罩 目光诚挚地看着路过 就像过去她还是一名老师的时候 我 路过艰难开口道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陈佩然亲身问询道 是因为刚才在安雅一站里的事 对 我一直以为 自己才是这具身体的主人 一直以为脑袋里的另一个人是外来者 可我现在才意识到 自己错了 我才是那个 依靠那个家伙衍生出的富人格 我还想着 想到最后 路过已经说不出话 眼睛也无比酸色 可却流不出一滴眼泪 心脏开始振振疼痛 身体不由自主地向前方倾倒 还没等摔倒 就被身旁的陈佩然一把抱住 对不起 对不起 耳边响起陈佩然的道歉声 路过茫然地转过头 却发现陈佩然早已泪流满面 是我的错 都是我不好 路过身手抚慰陈佩然的脸颊 心里没有多余的想法 就像是抚摸一件一碎的雕塑品 这不是老师 你的问题 和老师 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要怪只能怪我自己太软弱了 怪我和他 都给了不该给的机会 喃喃自语中 路过的瞳孔愈发明亮 如今是非对错他不想去想了 现在他只想让身边人 别再为自己哭泣 老师 去治病吧 治好抑郁症 去做自己该做的事 陈佩然抬起头 眨了眨泛着泪光的眼睛 视线直直地看着路过 那你呢 我 路过看着头顶还算明朗的天空 轻声开口道 等到高考结束 我可能会自己一个人去旅旅游 顺便去治好我身上的病 我希望以后在旅行途中 能参加老师的演唱会 到时候 我想要一张最前拍的票 到那个时候 我的病要是好了 如果还喜欢老师你 半真半假的话还没有说完 路过的嘴便被堵上了 浅长即止地吻结束后 陈佩然目光闪动 从长椅上站起身 面对着路过 微风徐徐吹过 吹动他的裙摆 陈佩然和路过谁都没有说话 就这么享受 片刻独属于二人的宁静安和的氛围 沉默中 陈佩然在心里回答了 路过提出的请求 好 我答应你 晚上 江山来到闺蜜家中后 眼前见到的景象 让他大吃一惊 原本有些拥挤的客厅 此刻早就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箱子 地板上 一猫一狗 正在肆意撒欢 看见江山来了 好奇地看着面前的陌生人 你这 江山指了指客厅堆积的箱子 又看了看地上的猫狗 语言系统在这颗彻底混乱 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我打算走了 明天就走 走 江山满脸讶异 走去哪 去我该去的地方 去开演唱会 江山越来越糊涂了 那这两个家伙 是怎么回事 陈佩然低声解释道 是我和路过一起养的 他是榴莲 那个是六月 我打算把他们一起带走 那路过呢 江山眉毛挑起 声音不自觉地拔高 你走了他 小山 陈佩然轻叹口气 低哑着声音问道 你早就知道了 路过身上的问题吧 江山沉默不语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陈佩然继续说道 我不是一个好老师 也不是一个好的恋爱对象 之前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他没认出我 后来他又想起我了 一开始 我心里有的只是愧疚 后来这种情感 变得越来越复杂 以至于让我对路过身上的变化 视而不见 我不知道 继续留在这里 究竟是对是错 可我能为他做的 也就只有听他的话 不去给他添麻烦 不管是在这带到路过放暑假 还是现在就离开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分别 因为从一开始 我就注定不配待在他身边 和我相比 你才是一个好老师 我很羡慕你 江山眨了眨酸楚的眼睛 看着面前韩笑 说出这些话的闺蜜 还会回来吗 应该不会了 我会听路过的话 去各个地方巡演 开演唱会 等着他来找我 陈佩然笑了笑 眼角流出一滴眼泪 如果还有机会的话 第118章 源头与答案 陈佩然走了 就在和路过聊完的第二天 带着东西回到了他工作的地方 专心去治疗自己的抑郁症 走的时候 他没有给路过发任何信息 路过也是从江山嘴里 才得知的这个消息 距离高考还有不到10天时间 路过隔绝了社交 隔绝了任何与学习无关的接触 专心致志地 投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 中午不再有人给他送饭 路过回归了往日 与张成露宁宁一起吃饭的日子 但不同的是 午饭的时候 路过不再回参与进闲聊中 因为一停下来路过 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一个问题 一个让他浑身站立难以冷静 会将现在的平静生活 撕成粉碎的问题 路过的改变肉眼可见 再度恢复成 先前那副隔绝一切的模样 脑袋里似乎只剩下了学习 终于 在一堂英语课结束后 路过被面色阴沉的江山 叫到了心理咨询室 我知道快要高考了 可你的状态 现在让我很担心知道吗 看着面前沉默不语 眉头紧锁的身影 江山不由的火气上涌 这几天 你到底是怎么了 自从那天给你放完架 你就变成了现在这样 是不是你的病情又严重了 路过摇了摇头 没有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你这状态 我看还不到高考 就先把自己搞垮了 江山越说 心里越是不痛快 这几天 不论是张成还是陆宁宁 都因为路过的改变 变得谨小甚微 因为知道路过曾经受过伤 所以不敢给他任何刺激 更不敢询问 路过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如果是因为陈佩然的离开 那他现在就可以给他打电话 把他叫回来 可江山知道路过的变化 不是因为这件事 老师 我没事 我就是想着这段时间好好复习 完成过几天的高考 江山气得胸膛微微起伏 他现在越来越看不懂面前的人了 竟然还对自己撒谎 别整天把事情憋在心里 这个世上 有很多比高考更重要的东西 听没听见 路过心不在焉的低头回道 听见了 谢谢老师 哥 你到底怎么了 晚上回到家 陆宁宁拦住了准备回房的路过 忧心忡忡地询问道 路过强行挤出一抹笑容 回答的声音显得有气无力 我没事 陆宁宁的眼圈刷得一下红了 瞳孔中的泪花肉眼可见 是不是你的癌症变严重了 茫然混乱的大脑在一刻 仿佛被中处撞击了一样 让路过的思绪 恢复了片刻的清明 他惊讶地看向陆宁宁 难以置信地开口道 你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是在你撕碎的病历上看见的 胃癌中气 陆宁宁已经泪流满面 身躯再止不住地颤抖 从发现这件事开始 他一遍遍地告诉自己 哥哥会没事的 会去好好治疗的 可每天雷打不动 依旧去上学的哥哥 证明了他的想法是错的 他只能期待 哥哥会在高考结束后 去医院治疗自己的癌症 可现在哥哥的表现 令他仿佛掉进了 暗淡无光深渊烈戏般 看不到任何希望 你的癌症是不是晚期了 陆宁宁哭泣着问询道 现在他已经不在乎 眼前的哥哥的身体里 究竟是主人格 还是什么富人格 他只能让那该死的癌症 从自己哥哥身体里滚出去 没有 令人生厌的眼泪 忽然涌出了几滴 陆宁宁上前抱住了 还在哭泣的陆宁宁 安慰道 我的病还没到晚期 没事 不哭 不哭了 那个到底是怎么了 陆宁的声音有些哽咽 给我一些时间 高考结束 我保证第一时间 就去医院治疗癌症 陆宁宁把脸埋在陆宁宁 怀里 不敢抬头 更不敢松手 只是哭泣着 回了一个N字 晚上 陆过呆呆地躺在床上 看着头上的天花板 黑暗的环境中 什么也看不到 可他的眼前 却不由自主地闪现 熟悉的一幕幕画面 从近期经历的一切开始 时间跨度逐渐向前 到检查完身体回到家 和父亲发生争吵 再到初三暑假 初三 初二 自己还没回到父亲身边的时候 随即就是一段段段 叙叙不连贯的画面 最后陆过看到的画面 是一堆人不知 再给谁庆祝生日 但他没看清其余人的脸 也看不清周围的环境 然后 一切便戛然而止 记忆中的画面 终止在这一天 每次想到这儿 陆过就会不由地冒起冷汗 莫名感到心慌 他知道 那个让他难以自持的问题的答案 就隐藏在那些缺失的记忆中 那是自己 和他都不愿面对会想起的存在 也是引发一切的源头 隔天 陆过再度投入到了学习之中 无论上哪堂课 陆过的思绪都会格外清明 贪婪吸收一切会在高考用到的知识 往常需要十分钟才能弄懂的问题 现在他只需要五分钟 甚至更短 这不由地 让他怀疑 是不是另外一个自己 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 与他形成了默契 一切都等到高考结束 不论是事件的真相 还是这具身体的归属权 第119章 高考高考 6月6日 星期日 距离高考来临只剩下一天 陆过真正体会到了 什么叫做万众围绕的感觉 不管是林梦 还是陆婉 亦或是许初安 都给他发来了短信说 会在他高考的时候 在校门口等着他 而这种重要的场合 韩熙自然不可能缺席 不过眼下 他们都不在路过身边 唯有一直待在他身边的 陆宁宁嘴里 一直在碎碎念 关心惦念着一切 哥 晚上将老师说他会过来 哥 你的准考证什么的 都放好了吗 明天手机千万别带进去 我帮你拿着 哥 用不用提前在家 做好中午吃的带过去 哥 好了 路过苦笑着回应道 明天就只考两科 中午我会回来的 不在食堂吃 那我明天中午 提前给你准备 好要吃的东西 我自己做就好 陆宁宁的态度极其坚决 不行 明天下午你还要考试 中午的时间要好好休息 不能自己做饭 我在外面给你点外卖吧 说完 陆宁宁又自言自语地否认到 点外卖也不行 万一不合胃口吃坏肚子就完了 对了 韩阿姨会过来 陆宁宁一拍脑门 这才想起来 韩阿姨明天会过来 兄妹俩这边正聊着 紧接着陆宁宁的手机 忽然响了起来 当看到打来电话的人 陆宁宁的脸色 一下子有情转阴 准确来说 是变得有些局促不安 她打来的 陆宁宁摇了摇头 是季阿姨 陆宁宁小声回应道 嗯 她大概猜到 母亲这个时候 打来电话的原因 她原本以为 父母不会在哥哥高考的时候 主动联系 就算联系 也应该在高考之前 就想办法缓和关系 可这个时候突然打来电话 陆宁宁本人 也不会再觉得 哥哥与父亲之间 还会有缓和关系的可能 接吧 陆过看着 犹豫不定的陆宁宁 忠实温生开口道 晨音片刻 陆宁宁还是接起了手机 妈 宁宁 你哥呢 我哥 陆宁宁看了一眼陆过 在得到陆过眼神的示意后 陆宁宁轻声回应道 我哥现在就在我身边 就你们两个 嗯 你 韩阿姨呢 陆宁宁温生解释道 韩阿姨没有来 我哥没让他们过来 宁宁 你哥明天就要高考了 我和你爸打算 在高考最后一天去看看哪 简单寒暄两句 几零中事 说明了真正意图 陆宁宁不由地陷入沉默中 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眼神下意识地看向了陆过 给我吧 陆过从妹妹手里接过手机 季阿姨 是我 四日 陆过早早地 便开始起床洗漱 等到完成过往熟悉的流程后 陆宁宁这才穿着睡衣 慢悠悠地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哥 睡眼惺忪的陆宁 抬起手臂打了声招呼 随即敞开双臂 主动朝着陆过走了过来 见陆过没有拒绝反抗 陆宁宁贪婪地抱住了陆过的身体 把脸埋进了她的胸膛 来自妹妹的祝福 祝福哥哥高考所向披靡 一举拿下一钟状元 脚踩各路英豪 陆过弯起了眉毛 笑着问道 就只是一钟 全国状元 陆宁宁抬起头 铿锵有力地喊了一句 等喊完后 兄妹俩相视一笑 哥 怎么起得这么早 九点才考试呢 看着已经换好便服的陆过 陆宁宁稍显困倦地问道 习惯了 睡够就起来了 陆宁宁拍了拍脸颊 让自己稍稍精神了一些 哥 你等我一会儿 我马上就收拾完 不用 还困的话就继续睡一会吧 陆宁宁的声音忽然拔高 不行 今天可是你大喜之日 我必须得跟着过去 大喜 之日 陆过哭笑不得 片刻后 陆宁宁已经刷好了牙 火急火燎地冲进了房间 完全忽视了一旁的陆过 几秒钟后 陆过看着拿出一堆衣服 让她挑选的妹妹 露出无奈的表情 哥 这件怎么样 漂不漂亮 还行 嘶 我觉得有些太单调了 这件呢 也还不错 陆宁宁再度拿起下一件 这件呢 本来还在随意应付了事的 陆过神色忽然认真了起来 眉头紧皱地 看着妹妹拿出来的白色丝袜 和紧身包囤裙 不行 你才刚上高一 穿得这么成熟干什么 还要穿丝袜 换一套 陆宁吐吐舌头 调皮地问道 哥你是让我拿走丝袜 还是全都拿走 全都拿走 说完 陆过忽然后知后觉地问道 你什么时候买的丝袜 这又是哪来的 陆宁宁笑了笑 一句话也没说 她才不会告诉哥哥 这身衣服是姜老师给的 至于为什么会给她 当然是因为衣服小了 穿上有些雷的慌 既然成熟的装扮不行 那丝袜加上青春可爱的装扮 总藏了吧 二十分钟后 化好妆容 换上一身JK制服 带着毛绒头饰的陆宁 看见哥哥的眼神落在自己身上 还稍有挑衅地向前迈出一步 让自己穿着丝袜的腿 更为明显地显露在哥哥面前 陆过笑了 眼中仿佛没有这个 足以让异性目不转睛的妹妹 只是轻描淡写地问道 好了 嗯 哥 我们走吧 看着陆宁宁抱住自己的胳膊 陆过的嘴角再度勾勒出一抹弧度 穿着这么少是吧 喜欢穿裙摆在膝盖上面的裙子是吧 待会出门的时候 你要是不寒冷就算我输 第120章 命题作文 认清自我 哥 我有点冷 刚走出小区 陆宁宁就感觉有些冷 走路的时候 忍不住缩起身子 陆过美好气地 照着陆宁宁的脑门弹了一下 现在知道冷了 你是真不把豆包当干粮 陆宁嘟着嘴 忍着下半身传来的清凉感觉 可怜兮兮地回道 我这不是忘了吗 陆过白了妹妹一眼 冷笑道 不让你穿黑丝 白丝就没忘事吧 嘿嘿 陆宁自知理亏地吐了吐舌头 下一秒 身上就不再那么寒冷了 穿着吧 陆过脱下外套 把她披在了陆宁宁身上 早上起床的时候 陆过里面穿的长袖 脱了外套 早上也不觉得太冷 陆宁宁眨眨眼 拿下哥哥的外套 将其系在腰上 阻挡了袭来的阵阵凉风 现在时间还早 先去吃饭吧 嗯 两个人找了家早餐店 在里面填满了空荡荡的胃 吃饱喝足 陆宁宁抱着陆过的一只胳膊 悠闲地走在街上 陆宁宁不是为了熟悉考场 更多的是为了最后看看 上学路上熟悉的景色 尽管这条路 并不是路过走的时间最长的那条 哥哥 你看哪 顺着陆宁宁手指的方向看去 陆过看见了两个 让她意想不到的身影 一个是不用出现在这条路上的张承 另一个是高考考场 不在意中的陈云 眼下两个人身穿私服 肩并肩走在她和陆宁宁的前面 看方向 他们的目的地也是一中 不用管她 那不是 陆过轻声打断道 我知道 陆宁宁瞪大眼睛 神色复杂地问道 他们两个难道谈恋爱了 陆过摇了摇头 否认到 还没到谈恋爱这一步 现在的情况 更多是张承在主动追陈云 陆宁宁脸色一变 想起了陈云和苏明威之间的关系 她越想越气 直接拿出了手机 我问问她现在在哪 陆过提醒道 别说漏了 我知道 几秒钟后 张承没回 陆过笑着揉了揉陆宁宁的脑袋 忙着呢 没听见消息也正常 我觉得她就是故意的 陆过话语一顿 随即安慰到 陈云是苏明威的闺蜜 也没什么 你没有必要 因为这种事生她的气 陆宁宁轻哼一声 还有些嘴硬的辩解道 我没有生气 我就是觉得张承都快谈恋爱了 可某人现在还没个影呢 哎 陆宁宁松开陆过的胳膊 仰头看天 也不知道某人什么时候 能给我找个嫂子 你这是在影射我 陆过有些讶异 陆宁宁的眼睛 弯成一道月牙 哥 我这可不是影射 分明就是民事 陆过无奈地笑了 孩子大了 不好带了 不对 陆过摇了摇头 好像这丫头小的时候 比现在更不好带 哥 东西都没落下吧 放心吧 都在呢 手机给我 给 哥 加油 好 叫学楼门口 不等陆过说完剩下的话 陆宁宁直接扑了过来 当着周围无数人的面 完成了她的加油仪式 好了 这么多人看着呢 小崔也在 都高考了 她还能管得了这个 陆过笑了 凑到陆宁宁耳边 小声回道 是我高考又不是你 你还得在这待两年呢 可别忘了 陆宁宁脸颊略感僵硬 不舍得松开了自己的胳膊 好了 加完油了 哥你赶紧进去吧 只是短暂的一个拥抱 陆过能感觉到 自己至少吸引了 数十道或羡慕 或玩味的视线 但现在无人关心 陆过和陆宁宁之间的关系 开始的安检 提醒着每一个考生 决定他们命运的时刻 从现在开始正式到来了 进去吧 下一个排了几分钟的队 终于轮到了陆过进行安检 在看见负责安检的身影后 陆过的脸上不由得露出笑意 老师 走过安检仪 大茄子又拿着金属探测仪 检查陆过全身 一边检查 大茄子一边关心地问道 东西什么的都没忘吧 带着呢 古诗什么的都还记得吧 没忘 行了 大茄子一挥手 进去吧 作文好好写着 只要你正常发挥 123不成问题 老师再见 打完招呼 陆过心情振奋地 考场走去 这个流程 他从魔考就开始经历了 整个过程早就轻车熟路 唯一的变化 或许只有考场里的人 不再只局限于一中 来到三楼的考场 路过坐在位置上 看向面前的黑板 这一刻 他忽然有些五味杂陈 一些被遗忘在记忆深处的画面 逐渐被他回忆起来 和面前的这番景象 一点点地交织融合 直到广播声响起 兼考老师开始发卷 路过这才回过神 投入进了这场 仿佛阔别已久 但此刻正在经历的高考之中 拿到试卷 先给我看作文知道吗 路过紧记大茄子的教会 拿到卷子的第一时间 看起了作文 在父母眼中 我们是他们的孩子 在同学 同事眼中 我们是可以信赖合作的伙伴 一千个人的眼中 有一千个不一样的自己 在人生路上 我们会陷入一个又一个 自我怀疑的困境中 如何找到自我 认清使命 是我们人生路上 必不可少的一道关卡 以上材料 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 请以认清自我写一篇文章 要求 旋转角度 不少于800字 第121章 晚期 下午4点40分 在发觉想不出数学 最后一道大题后 路过痛快的和尚笔帽 闭目凝神了起来 耐心等待广播声的响起 但就在考试即将结束的时候 他的胃部忽然感觉到 一股灼热的疼痛感 疼痛感起初很轻微 但很快就像晚间的潮汐般 此起彼伏 疼得他冷汗直流 身体蜷缩在了座位上 随着疼痛的侵袭 路过视线中的景象愈发模糊 全部精力都放在了 疼痛来袭的肚子上 就连铃声什么时候响起的 都没有觉察到 茫然地看着卷子被老师收走 看着身边的人 一个个从门口涌出 路过始终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毫无动作 路过 路过 咋不走呢 耳边响起熟悉的声音 路过盯着和他同意考场的王一 缓缓摇了摇头 没事 就是脑袋有些晕 数学考得怎么样 最后 两道大题你写出来没 路过有气无力地回了一个字 没 王一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隐约感知到 路过的状态有些不对 身体不舒服 没事 老毛病了 王一看路过不愿多说 也不愿多嘴 挥手向路过告别道 那我先走了 看着王一的身影 彻底消失在眼前 路过晃晃悠悠地拿起自己的东西 贴着走廊 步伐缓慢地向外面走去 校门口 在所有前来接考生的人中 有一道年轻的身影 和周围等候孩子的家长相比 显得格格不入 路宁宁焦急地站在门口 一直等到人流间隙 才终于看到了哥哥的身影 哥 你怎么才出来 数学考得怎么样 难不难 路过心不在焉地笑了笑 还行 不算难 我的手机呢 手机在这呢 路宁宁递出手机 给 拿到手机 路过看向路宁宁 声音低雅地开口道 其实你不用过来等我的 高考这么重要的事 我怎么能不来陪你 路宁宁义正言辞地说着 可说完后 他忽然发觉 哥哥的表情 和走进考场的时候相比 显得有些低落 哥 数学没考好 路宁宁小心地问道 以为自家哥哥 在数学这门考试上 摔了个跟头 路过强忍身体的不是 摇头否认道 没有 就是有些累 对了 你先回去吧 我还有些事要处理 路宁宁眉眸微调 怀疑地 看着自家哥哥的脸 短暂地犹豫过后 还是点了点头 那我就先走了 路过宽声安慰道 不是什么大事 就是张诚找我有事 让我去一趟他家 哥 那你赶快过去吧 别让张诚等急了 好 兄妹俩在校门口分开 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行进 看到身后并没有熟悉的身影 路过给张诚打去了一通电话 喂 张诚 是我 帮我一个忙 第一人民医院 还是那名地中海医生 还是那间熟悉的房间 当路过将手里的检查结果 递给对方后 医生长须短叹 眉头紧锁的模样 已经告诉了路过答案 你 你让我说 你点什么好 才多大年纪 就已经胃癌晚期了 就算心里已经对这个结果有所预料 可亲耳听到答案后 路过还是没能做到淡然如常 慌乱的情绪顷刻间便弥漫全身 令他的声音不负之前的冷静 晚期 之前不是中期吗 怎么会 你父母呢 现在你的情况 想活得更久一些 必须要住院进行化疗 路过声音沙哑地问道 不住院化疗 能活多久 能活多久先不谈 你觉得你能忍住病发的疼痛 忍不住 这是路过给出的答案 要不然 他也不会在考试结束的第一时间 来到医院检查身体 只是他没想到 癌细胞扩散的速度 近远超他的想象 根本没有给他留下任何缓冲的时间 三个月 这是不去化疗 路过能活的时间 现在立马住院接受化疗 或许他能活得更久一些 剩余的日子 可以以年作为剂量单位 可这样一来 以后他终日只能待在充斥着消毒水味道的房间内度日 三个月 一年或者三年 这是一道只有两个选项的选择题 难度比路过做过的任何一道题目都要简单 就是这样一道选择题 可路过却连下笔的勇气都没有 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 到底该怎么做 路过颓然地坐在一处陌生的公园里 嘴里叼着一根正在栩栩燃烧的烟 思索着一道看似简单 但实则无解的选择题 这不是路过吗 还抽上烟了 被我逮到了吧 你不是挺能打吗 大脑一片混沌 突如其来的声音 为这片混沌引来了一束光 让路过恢复清醒 但当他看到面前 这张面目可憎的脸后 一些深埋在过去的事情 被重新掀开 扑在了他眼前 如果当初不是因为眼前这个人 那蒋超是不是就不会畏惧于 对方的压迫欺物 去偷拿老师的东西 污蔑自己 自己和苏明威之间 会不会就不用演变成这样 和家人之间的矛盾 会不会也就消弥于无形了 自己现在是不是就不会得了胃癌 愈发混乱焦躁的心情 急切需要一个宣泄口 而眼前这个阔别数年 未曾见面的老朋友 正好是个适宜的人选 人之将死 所以做什么都已百无禁忌了 感受着脸颊上的疼痛感 路过面无表情地扔掉烟头 用鞋底碾灭后 抬头看向了这个的老同学 打了沉默许久之后的第一声招呼 王浩 我草心号码 第12章 生前是 生前毕 你他妈就是个废物 一拳挥出 路过的拳头 重重击打在了王浩的右脸上 王浩被打得有些晕 刚要还手 又是连绵不绝的公事来袭 同时到来的 还有路过的怒骂声 喜欢当大哥 喜欢在女生面前耍风头 我可去你妈的 你算你人民币百分号 锦号 与人民币信号 真他们以为谁都不敢揍你 你是个屁啊 一番酣畅淋漓的怒骂 彻底激怒了王浩 他双眼赤红地瞪着路过 心里想的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报警 毁了路过这次的高考 打 接着打 看到路过停手 和周围越来越多文声赶来的吃瓜群众 王浩也不管什么脸不脸面了 上次在酒吧 还能说成被路过偷袭 可这次单对单都没能出之前的恶气 这还有什么脸面可讲 你就等着警察来找你吧 我看你明天的高考怎么办 呸 一口口水吐在了倒地的王浩身上 王浩瞬间爬了起来 来势汹汹地朝着路过冲了过来 路过找准机会 迅捷地拽住他挥出的右拳 一个过肩摔给王浩摔在了地上 王浩 我他妈告诉你 老子刚从医院回来 胃癌晚期 你敢报警 剩下的这些天我就跟你耗着 我高考不了 你他妈也别想好过 只要你不离开阳城 只要你还在这世上一天 老子这辈子就死死地缠住你 路过弯下身子 凑到王浩耳边 低声说出了自己患癌的事 看着路过认真阴沉的面容 王浩脸色一变 威胁的话瞬间卡在了喉咙里 仰头看着面前神色癫狂的路过 他第一次有了害怕的情绪 就算路过说的很有可能是假话 可他也不敢去赌那万分之一的可能 又是一口口水 这次直接吐在了王浩的脸上 路过刚要转身离开 可迈出去的腿瞬间又收了回来 大步走到了刚刚爬起来的王浩面前 啪 路过忘了自己为什么要转身 但先给王浩来一巴掌 总没错 王浩彻底猛了 本就泛红的右脸 肉眼可见地肿了起来 不服 我他妈告诉你 但凡我还活着 你只要出现在我眼前一会 我就打你一会 不信你他妈就试试 王浩一时沉默无言 路过狠狠瞪了他一眼 将王浩的丑态看在眼里 轻蔑地发出一声吃笑 这才穿过人群离开了公园 但让路过没想到的是 他刚穿过人群 就在外围见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身影 林森呆若目击地站在路过面前 像是第一次认识面前这个人一样 让开 看见林森毫无动作 路过也没生气 因为他忽然想起一件很有趣的事 王浩和你一起来的 路过语气轻蔑地嘲讽道 都高中了 还把一个欺负过自己的混子当大哥 像条哈巴狗一样跟着他 路过话语一顿 随后一字一句道 见不见啊 林森神色复杂 一句反驳的话都说不出口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路过 从身边走远 直至消失不见 茫然地走在大街上 路过掏出根烟 肆无忌惮地塞进嘴里 用火机点燃 鸟鸟烟雾自他的嘴中被吐出 路过惊奇地发现 整个阳城 竟然没有一处自己能去的地方 刚刚的打架 短暂地帮路过 发泄了心里的火气 当王浩消失后 繁杂的思绪再度涌上心头 困扰着路过 独身一人的状态 不等维持多久 衣服口袋里的手机 忽然响了起来 喂 路过 你在哪呢 刚才你妹给我打电话了 好像发现了 我和你串碰的事 路过淡淡地回复道 嗯 发现就发现了吧 我马上就回去了 有气无力的声音 让章城觉察到了不对 他连忙担忧地问道 你怎么了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你在哪 我现在过去找你 没事 你不用过来 我现在就回去了 说完 路过立马挂断了电话 不想让章城觉察出太多东西 身边的这些人 一个个比谁都要细心敏锐 但凡有一点蛛丝马迹 都不会当做看不见 之前路过 只会觉得章城的细心 让他感觉到了久违的同学情意 但现在 他最不想面对的 就是诸如此类的东西 留给他时间太短了 短到只有一天 做出决定的时间 愁愁犹豫的他 不知道该怎么向身边的亲人朋友开口 更不知道该怎么回去面对 在家等待他的妹妹 恐惧迷茫的情绪 让路过害怕 对陆宁宁说出真相 让他害怕看见流泪的妹妹 自己到底该怎么办 路过无奈地仰头看天 无边黑幕映入眼前 看不见漫天星光 能看见的 只有悬挂在上面的圆月 越来越觉得 孤寂的路过 迷茫地走在大街上 隔绝着周遭各色各样的声音 这样做 不能帮他找到解决方案 但至少能让他感觉到片刻的宁静 哥 你在哪 陆宁宁给他发来短信 只是一句关心询问的话语 却让路过不知道该如何做答 谎神中 他想起了那道摆在他面前的无解题 那道替他做不出选择 但这一次路过 不想让妹妹因为自己而焦虑担心 我在外面 现在就回去了 嗯 我在家等着哥 结束对话 路过在附近的夜市 买了一大袋子的零食 一杯奶茶 还给陆宁宁买了好几件可爱的头饰 路过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 在回家之前 忽然间想起一件事 找了一处歇脚的地方 给林梦发了一条消息 还要哥吗 要 你要多少 有多少 我要多少 好 做完这一切 路过这才放心地朝着家的方向走去 他不是什么完美的人 在临死之前 他唯一能做的 就是处理好身边的一切 尽量给所有人一个尽善尽美的结尾 这是他目前唯一能做的事了 第123章 哥 你要去哪 等到路过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回到家 看到的是 坐在沙发上的陆宁宁 路过强称出一副笑容 向着陆宁宁打着招呼 我回来了 别 这些都是我回来的时候买的 陆宁宁无声地从路过手里接过东西 将手里的袋子放到了沙发上 随后看向面前的路过 哥 你真的去找张成了吗 看着陆宁宁的眼睛 路过发觉自己没办法对他说谎 我知道你给他打电话了 考完试以后我也 确实没去找张成 路过还是选择了实话实说 话刚说完 陆宁宁就冲了上来 一把抱住路过 没事 我先打个电话 等我想清楚 我会把所有东西都告诉你的 路过轻轻抚摸陆宁宁的脑袋 暂时先平复妹妹的情绪 她知道 妹妹可能隐约猜到了 她做出异常举动的原因 而她确实有那么一瞬间 心神有过动摇 想要对着妹妹说出一切真相 但在此之前 她还有一件事要做 强行从陆宁宁的怀抱中正途而出 路过转头走进自己的房间 把陆宁宁一个人留在了客厅里 她锁上房门 从口袋里拿出手机 找到了母亲的手机号码 几秒钟的等待过后 电话那头被人接了起来 但接起电话的人不是陆过的母亲 而是陆婉西 陆过 嗯 是我 妈呢 陆婉西轻声问道 找妈有事吗 她刚刚睡着了 有什么事你和我说吧 如果眉头皱起 但转念一想 不用间接面对母亲 或许是最好的选择 既然妈睡着了 那就和你说吧 等她醒了你 帮我转述给她 听到电话里略显冷淡的语调 陆婉西没来由的 有些心慌 陆婉西竭力控制自己 不让自己胡思乱想 可下一秒她听到的话 彻底让她失去了分寸 你告诉妈 让她明天不用来学校等我了 我不想参加高考了 你说什么 陆婉西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 要不然 怎么会听到这样的话 陆婉西平气和的复述了一遍 语气淡然的 就像是在讨论 明天吃食们一样 陆婉西紧紧握着手机 嗓子里就像是被塞了棉花一样 陆婉 你说 你不想去高考了 嗯 陆婉西忧心忡忡地问道 到底怎么了 是不是下午的考试没考好 你打算明年复读 陆婉生解释道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说的是 不论是今年还是以后的高考 我都不打算参加了 怎么突然决定不去参加高考了 就算这一次没考好下次复读 说不定就发挥得更好了 为什么就 非要彻底放弃高考 要是不高考 话音未落 陆婉西 陆婉西冷然的声音默然响起 要是不高考又能怎么样 陆婉西一时哑口无言 被陆婉说 要放弃高考的消息轰炸过后 她忽然意识到 陆婉选择这一步 或许不是因为发挥失常 而是抑郁正在作祟 一想到这 无穷的悔恨 冲刷着陆婉西的心 刚刚她竟然下意识地 把高考排在了亲人前面 对着想要放弃高考的陆婉 摆出一副说教的态度 忽略了陆婉的抑郁症 她怎么能忘记这一点 陆婉 我不是 陆婉勉强地笑了笑 没事 我早就该猜到的 或许我从一开始 就不应该打这通电话 刚刚说过的话 你就当我是心情不好的抱怨吧 明天我会去参加高考的 我不是 我没有 陆婉逆落地挂断电话 无谓杂缠地躺在床上 刚才她本不应该说 那么严重的话的 可她以为 自己会从亲人那里得到理解 进而拥有和他们坦白的勇气 陪着他们 度过自己人生中最后的时间 她又何尝不想 走完这场人生 仅有一次的考试 可她已经没时间了呀 胃部传来的疼痛 时时刻刻都在提醒她 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除了高考以外 她还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做 和高考相比 剩下的每件事 每个人都比这场冷冰冰的考试 更为重要 就算有着充足的时间 陆过也不敢保证 自己下一秒会不会倒在考场上 陆过勉强地收整心情 从床头柜里 拿出一个黑色的笔记本 给林梦打去了一通电话 午夜 在一片寂静中 陆过翘无声息地 打开了房间里的灯 开始收拾为数不多的衣服 准备离开这里 她给陆宁宁留下了一封信 至于内容 等她走了以后 陆宁宁第二天 自然就会看到 剩余的时间里 陆过想找个地方散散心 去找寻一个答案 这些年 她活得浑浑噩噩 但她不想临死之前 还是这般状态 至于身边的亲人 陆过实在不知道 该怎么去面对他们 深吸一口气 陆过拎着行李箱 准备离开 但让她没有想到的是 在推开房门的一刹那 手机上的灯光印 照出了坐在门口 哭得泪流满面的陆宁宁 陆宁宁眼圈通红 身上穿的不是睡衣 很明显 她早就预料到 陆过会悄悄地离开 提前坐在了门口 看到陆过的装扮 陆宁宁的眼泪 瞬间涌了出来 哥 你要去哪 第124章 缺席高考 你怎么还没睡 陆过压抑地看着陆宁宁 完全没想到 她竟然会在门口守着自己 哥 你要去哪 陆宁宁第二次开口 说话的时候 已经满是哭腔 她从下午的时候 就觉察到哥哥的异常 给张成打电话询问的时候 对方看似淡然的语气中 满是漏洞 哥哥晚上回来以后 反常地给自己买了一顿东西 还点了一顿丰盛的外卖 一切的一切 给陆宁宁带来的感觉 都像是在交代后事 特别是在吃饭的时候 面对一桌子饭菜 哥哥就只是动了一小口 还说已经饱了 一系列的举动 让陆宁宁的心 逐渐沉到了谷底 在晚上回房的时候 她上网查了 究竟是什么样的癌症 才会让人身形逐渐消瘦 吃不下东西 最终的结果指向胃癌 而哥哥的表现 分明就是胃癌演变到了晚期 在不安的驱使下 陆宁宁一直睡不着觉 最终听到了 隔壁房间的轻微声响 她有所预感 提前来到了哥哥门口 如果真的等到了 那就代表她的猜测都是真的 而现在 她猜对了 陆过轻叹一口气 第一时间没有回答陆宁宁的问题 而是放下行李 走到了房门旁 打开了客厅的照明灯 光亮驱散了黑暗 但驱不散客厅里沉寂的氛围 陆过想要开口说点什么 但嗓子里发出的 只是一道含糊不清的声音 我 真正面临这一刻 陆过才明白 亲口说出真相有多残忍艰难 或许这正是她想 翘无声息地离开的原因 对不起 对不起 陆过有勇气 选择一个人面对死亡 但面对妹妹的质问 陆过的勇气 只能支撑她说出对不起三个字 酸色的眼皮止不住地颤抖 眼泪在无声滑落 陆过分不清是自己在哭 还是眼前人在哭 等到眼前的景象 愈发迷蒙模糊 她这才发觉 原来哭的人 不只有妹妹一人 哥你没错 错的从来都不是你 陆宁宁喃喃开口 挪动着步伐向陆过靠近 她温柔地抱住了陆过的腰 把脸埋在陆过的胸膛里 试图用这种方式留下陆过 哥 我们不去高考了 现在就去医院治病 一定能治好的 一定能 说到最后 陆宁宁已经泣不成声 不哭 我没事 真的没事 陆过的笑容比哭还难看 不就是一个胃癌吗 没什么大不了的 等我弄清一些事 我保证会回来去医院治病 好好陪着你 哥去什么地方 我也去什么地方 陆过温身安慰道 听话 你要是跟着我消失了 记忆会担心的 那哥呢 陆宁宁的头 从陆过胸前抬了起来 红着眼睛问道 明天还有高考 你走了 让韩阿姨怎么办 还有江老师 你难道连江老师 都不管了吗 陆宁宁每说一个字 陆过感觉自己的双脚 就越是沉重了一分 难以移动 难以带着行李离开这里 给我一些时间 陆过声音沙哑地 低声开口道 明天我会去高考的 等考试结束 争取多活一段时间 可不会骗我吧 不会 我保证 陆过一字一句地 说完最后一句话 在陆宁宁的注视下 回到了房间 妈 明天中午你就别过来了 中午我随便吃点 外卖就好 姐 昨天的胡话你忘了吧 就当我心情不好随便说的 今天的高考 我会去的 江哥 求您帮我一个忙 早上 在发了一连串的消息后 陆过在陆宁宁的陪伴下 艰难地向着学校走去 并来如山倒 陆过能清晰地感受到 经历在一点点地 从身体里流失 流向陌生未知的地方 进入考场之前 陆过让陆宁宁拍下照片 发到了家庭群 证明自己有乖乖 来到学校考试 上午的李宗陆过 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来的 间歇发作的疼痛 让陆过动一下 都像是在遭受着酷刑 满满的一张卷子 他写了不到一半 好在考场里的监考老师 是外校的 并不认识他 要不然该如何解释 成了陆过的难题 下午两点十分 陆过在陆宁宁的陪伴下 再度前往学校 除了他之外 陆过没有让其余人过来送他 他用了一个卑鄙的借口 说自己害怕感受到压力 所以让其余人 在考试结束的时候 在校门口等他就好 好在其他人都没有多想 下午两点二十 在收到江哥的消息以后 陆过没有像早上的时候 将手机递给了陆宁宁 呃不 一起去买点吃的吧 正好去给手机充点电 嗯 陆宁宁心不在焉地硬着 跟着陆过 走到了校门口旁的商店 随便买了一些吃的 陆过将手机放在商店里充电 手机剩余25%的电量 让陆宁宁没有多想 见状 陆过也总算是放下了心 那我进去了 临近校门之前 陆过站在门口 最后认真地看了一眼陆宁宁 他没有多看 因为担心继续看下去 自己再也下定不了决心 在陆宁宁的注视下 陆过缓慢地走在人群中 借着人群的掩护 一点点融入其中 脱下外套放在胸前 路过向着食堂方向走去 沿着道路向着食堂方向深处走 那里是一片老校区 荒废以后 至今也没有投入使用 在两片校区之间有铁栅栏隔着 不少人知道 男生三号楼的宿舍旁 有一处铁栏杆已经损毁 只要拿下它 就可以顺利地钻过栅栏 前往老校区 而在老校区的墙外 姜哥正在等着他 下午两点半 考生开始入场 两点四时 456号考场基本已经做齐 唯独第二排的位置上少了一个人 下午三点整 外语考试正式开始 可456号考场里 缺少的那个人 依旧没有现身 坐在最后一排的苏明威 看着前面空荡的位置 愈发感到心慌 而负责监考的七班班任 也在焦急地来回踱步 等待寻考负责人的消息 下午3点15分 路过依旧没有现身 苏明威前所未有的心慌 握着笔的右手 止不住地颤抖 时不时地抬头 看向前面空着的位置 还有门口 期待着下一秒路过的身影就会出现 时间流逝 苏明威知道 不管因为什么原因 路过都已彻底错过了这场考试